7月29,上午快11点,正在下暴雨,也不算暴,大雨,刚才那一支挺暴的 台风已经开始有直接影响,从上午8点左右开始下小雨了 然后看这样能下一天吧,还有云层厚度,云层厚度 这个手机录像真差,不模糊 刚才打几个电话,今天又下雨,又没什么屁活,不是没有屁活干,不想干 晃晃悠悠悠的懂,懂下班,晚上还有两个朋友约了吃饭 我现在还有朋友约我吃饭,你说我不干了之后,还有人约我吃饭吗 会有的,会有这种,但是你就没有话说了 没有话说了之后,朋友就会很尴尬 现在的话,我还在干活,干活,然后可以聊聊工作 聊聊这些现在的动态,大家有共同的话题 脱离之后,其实并不是说朋友会淡,就是没有话说了 然后你就,就内心就会紧张,就会尴尬 然后呢,给自己一个理由啊,就不联系,然后就这样淡掉 其实如果两个人,这以前做过朋友的话 然后再碰到一起,喝个酒啊,说说话 很多话题可以聊起来的 但是不一样,人就会没有那么利益的时候呢,就会变懒 其实吃饭还是挺累的 所以损害自己的人,一定要换点东西 换不到东西的话就 有些人可能会,比如说心情很郁闷的时候 要换一些感情上的慰藉 但是这样很少 而且能给自己这种感情触动的人 毕竟是极少数的朋友 所以 哎呀,说是这个 时间会治疗,时间会冲淡 时间会成就 其实都是一些词而已 归根到底就是利益交换 感情交换 刚才在当时看到十点什么 把那个《光荣时代》看完了 真不错电影拍的 有点好笑的点 还有悬疑,有针破 这这这 关键是张艺演的好 有那么一个好演员带着吧 这个戏就不会太差 下一步下了七级狼牙榜视频看看 从叠战片跳到狼牙榜 狼牙榜一直也没看 最近这几天看枪枪 我说话很急什么 因为快到十一点了 我赶时间吃饭 那个狼牙榜的枪枪 谁哪一年都不知道怎么聊的 然后那个 徐子东,梁文道还有那个 杜本涛三个人一起聊的 第二集就是再聊狼牙榜 第一次聊的时候 因为他只看了一些片花 梁文道不是梁文道 那个杜本涛 老忘了这个名字 杜本涛只看了一些片花 所以呢就说 嗯 说不如全力游戏好 然后被网友和观众骂了 批评了 然后呢他就反省了一下 看了说两天 还是一天一夜的 把这个 四十几集看完了 然后说看完之后哭了 然后呢 还自己录点视频 录点声音 不知道装模作样 还是咋的 然后他主要是说是想 他其实还在反抗 他就说他道歉 就是说这种 他看了一点 然后就评价这种方式 他道歉 但是他并不认为 他说的是错的 他并不认为 他没有全力游戏的 拍的好 这个事是错的 当然了 你一个成本 都不一样的东西 剧本也不一样的 是不是 你怎么能比较这个 没法比 这种历史背景 还有全球化的一种 视角 和一个狼牙榜 这种小国家的一些内斗 宫廷斗 怎么怎么能比 没有错 都不靠的人还是可以的 哎呀明天还狗窝 约好了八点半 我看那个房东能闹什么 妖蛾子出来 我一想这个恶心的这种人 就就 脖子发紧 就就感觉很 活了一把年纪的 还在这 靠这赚小便宜 而且又装 又装又裂的 去赚小便宜 这种恶心 这种恶心 人类的典范 这句话是不是说的不对 但是我不想说回这句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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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